斗罗大陆第486章 对手之中 所有能够飞行的魂师都是闽宫系 而闽宫系五去其四 最多只有一名飞行魂师存在 魂师的攻击距离是有限的 只要能够支撑到逃入空中 他和小五就很可能冲出重围出去 沙神领域本身就依附于浩天锤之上 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 配合浩天锤的霸气 一举冲破对手的锁定 同时也在沙神领域影响之下 唐三自身战役重新提升到巅峰 追来的对手就会受到领域的影响 而修为下降 在这一刻 唐三所有的潜力都已经迸范而出 他知道 此事对于自己来说是最危险的就是 越起之后距离地面五十米范围内的时候 在这个范围 他必将承受对手所有人的联手打击 如果不能撑过去 那么就是自己和小五的死期了 所以在越起的一瞬间 他双手一拖小五叶下 猛地将小五甩了起来 不论承受怎样的攻击 他都决不会让小五和自己一起承受的 浑上的反应自然是很快的 唐三就算全力腾越 也不可能在一瞬间脱离出他们的攻击范围 更何况他甩出小五之后 自己的身体还有短暂的停止减速 蓝云黄右腿骨中产生强劲推力 推送着他的身体追向空中的小五 同时唐三双手握锤 用力向下方红去 这一下他几乎用出自己所能达到的权利 八名魂神加上一个燕 已经在危拢的情况之下 又怎会让唐三和小五轻易逃脱呢 气息封锁突然被破 引发的自然是他们疯狂的攻击 那名硕国仅存的敏攻系魂师 已经高高飞起 从侧面冲向空中 其他八人八个魂技同时爆发 这一次五魂殿死了这么多人 如果唐三逃脱 他们罪则难逃 再加上唐三带着他们恐怖的感觉 此时更是用了权利了 一时间 所有人的攻击重心 全部集中在唐三身上 而且除了实力不足的燕以外 他们都已经用出了五魂真身 五魂真身无疑会令魂力大量消耗 也同样将魂胜的实力 提升到极限了 到了这种程度 他们的攻击方式反而变得简单起来 七名魂圣同时由下向上攻击 集中的攻击力都是他们最纯粹的魂力攻击 但攻击方式虽然是一样的 他们各自的五魂不同 攻击出的魂力波自然也是有所区别 有霸道的 有阴容的 有诡秘的 也有冰冷和炽热的 一时间七道强悍至极的魂力 同时充天而起 执席唐三 这剩下的七名魂圣 全部都是强攻击 他们最强的特点就是攻击 如此集中七人五魂真身之力 朝一个对手发动攻击 哪怕是封号斗罗来抵挡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更何况是已经大量消耗魂力的唐三 不 哥 小五的瓶颈终于被打破了 被唐三抛飞的一瞬间 他就已经感到了不妙 眼看着自己瞬间远离唐三 他却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看着那无数华丽的光运 将唐三吞噬过去 唐三自然知道小五的脾气 在甩出他的时候 已经捏了一下他的麻血 令他无法施展 瞬间转移回来 与自己一起承受 面对下方的攻击 唐三此时却变得极为冷静 哪怕是杀身领域 也无法影响到他现在的情绪 杀身蓝银双领域 同时最大程度开启 强烈的白光释放而下 尽可能地削弱着这些魂圣的实力 与此同时 浩天锤轰击后收回 蓝银黄疯狂地涌出 唐三双手抱住膝盖 拎自己身体旋缩成一团 背后八周毛迭起 像盾牌一样挡在背后 疯狂涌出的蓝银黄 飞快将它缠绕成大浅一半 通体闪烁蓝金色的光泽 唐三的反应可以说是快到极致 在致命的威胁面前 他终于突破了 体内魂力瞬间暴增 五十九级到六十级之间的瓶颈被一举击溃 这纵然提升一些的魂力 无疑成为他生存下去的砝码 轰的一声 首先与对方攻击接触的就是浩天锤那一击 毫无疑问 浩天锤是当心天下最强大的武魂之一 但是唐三的浩天锤还远远不够强大 没有一个魂魂的附加加上他此时魂力的强度 根本不足以将浩天锤真正的威力发挥出来 咒一接触立刻就被魂圣们强横的攻击瞬间击溃了 唐三从来没有想过利用浩天锤那一击来抵御敌人的攻击 他要的是解力 果然 那七道光芒吞噬他的身体之前 就因为浩天锤轰击与对方碰撞所产生的反作用力 他的身体再次被推得高空飞去 攻击距离越长 攻击力就会被削弱的越多 此时此刻 哪怕只能削弱对方些微的攻击 对于唐三来说 生存下去的几率也会增大几分 轰隆一声 仅仅是第一道五魂真身魂力攻击 唐三周围的蓝鱿黄已经减数破碎 五魂真身爆发出的攻击力 不论如何也不是他现在这个级别能够抵挡的 不要 空中的小五 眼看着唐三在剧烈空气之中宛如狂逃怒浪中的一叶小粥 泪水不受控制的从他眼中喷泊而出 但是唐三将他抛出的那一刻 已经将绝大部分自身的魂力坐在他的身上 他的身体依旧在朝着高空飞行 第二下攻击落在唐三刻意调整好的背后八猪毛上 刺耳的破裂声中八猪毛全部均裂 而唐三再也无法保持蜷缩之势 一股浓郁的血雾从他口中喷吐而出 令空气都变成淡淡的红色 第三下攻击几乎紧随第二下落在唐三背后里 这一次 哪怕是经过无数次洗礼提升之后的八猪毛 也终于抵挡不住 瞬间破碎 化为无数蓝金色碎片四散纷飞 又是一口血雾从唐三口中喷出 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如同金纸一般 此时此刻 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保护他了 地面上的蓝银草在鸡鸣魂胜 联手五魂针身爆发之下 甚至连近身都不可能做到 而唐三自己能做的就只有取出浩天锤 第四道攻击来了 那是一道完全呈现为墨绿色的攻击 而就在两道攻击来临的瞬间 半空中的唐三却做出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动作 强行扭转自己的身体 右腿如鞭子一般 向墨绿色的光芒抽了过去 哪怕是五魂殿那些人 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于唐三来说 最好的情况是 用浩天锤去抵御 就算抵挡不住 也能让自己尽可能受到小的冲击 要知道 在这些五魂真身作用下的魂力冲击 令那名飞行在空中的 鸣弓系魂圣都不敢扣进这边 四尔的尖叫声从小五口中发了出来 他的双眼中流出的已经不再是泪而是血 也就在这一刻 他强行冲开了唐三封住的麻血 唐三的右腿消失了 完全消失在空气中 可他本人却冷静地可怕 口中再次喷血的同时 右手一牢 体内魂力狂泻而出 就在自己右腿化为血雾之中 抓住了一根蓝莹莹的腿骨 猛然回身 根本不看后面继续朝自己轰尽而至的三道攻击 用力将那节右腿骨朝小五的方向甩了过去 小五 魂骨技能飞行 快走 唐三的声音已经完全沙哑了 反如撕裂一般 他将自己的身体最后的力量 全部灌注在这一甩之中 早在弹身而起的一瞬间 唐三就已经计算好了一切 他根本就没想过自己能和小五一同逃走 魂力大量消耗 面对比自己强大太多的敌人 全身而退 只是吃人说梦而已 弹身而起 用自己作为小五的盾牌 将它甩出 在对手攻击无法抵御的时候 以右腿作为代价阻挡 同时用当初唐浩使用过的方法 强行剥离出蓝莹黄右腿骨与自身的联系 唐三并不设封号斗落 他自然也没有强行剥离魂骨的代价 在这一刻 他付出的是自己的生命 右手抓入血雾的同时 他的左手已经握住了一块八周毛的碎片 狠狠地插入自己左胸的心脏 只有在这付出生命的情况之下 他才能强行命令 蓝莹黄右腿骨从体内剥离出来 最后的生命令 就是甩出那一块蓝莹黄右腿骨 在喊出那句话的时候 紫黑色鲜血已经从唐三口中狂涌而出 但是他在笑 他脸上流露出的只有笑容 他不愿意死在敌人手中 他说过要保护只属于他的小五 他知道 自己做到了 在高空中接住自己蓝莹黄右腿骨 小五必然能够逃出生天 胸前的寒沙摄影触动 无数细针朝距离他不远的敏攻系魂尸射了过去 哪怕是在最后的一刻 唐三要尽可能地帮助小五拖延地震 以确保他的安全 地面上两道身影急速奔来 他们到来的时候 正好是七道光芒唐起 朝唐三身体追去的那一刻 邪悦的瞳孔收缩了 而和他一同前来的胡莲娜 却已经完全待至了